我是用一個 監鎖第一線環園的那個角度 在應該是說紀錄吧 因為其實這個都是我每天的日記 然後大家對監獄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想問一下 大家認為就是說 人犯了錯 就應該把人關起來嗎 覺得應該要這樣的請舉手 不用因為說 也許你會覺得說你舉手會變成是少數 你就不舉 然後或者是說你們認為台灣的司法制度 符合你期待的吧 會覺得符合期待的請舉手 好像都沒有 我在監鎖這一行 我到目前為止是15年 然後我進去的時候 其實我的想法就是監獄 是非常符合我期待的 我那個時候 我確實是一個堅決支持死刑的人 而且我認為大大小小的案件 都應該用一顆子彈去解決它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其實 我今天準備的 大概就是一般人對監獄的感覺 就是它有高牆的刺織網 然後呢 我剛進去的時候 曾經有同事跟我講說 我們是那種 zookeeper 就是那個動物園的管理員 因為實際上到目前為止 還是有一些同事 他們會對受刑人 受刑人 這三個字怎麼寫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可是有一些同事 他們會用野獸的受刑為的行為 用同音字來稱呼他們 所以這實際上 是我每天在做的事情 我就不斷的開門關門 然後我跟他們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是他們是在那個 什麼牢籠裡面 而我不是 可是有一點相同的是 實際上 我們都穿著制服 然後呢 我們也常常戲稱自己 就是說如果 我考進去之後 一直幹到退休 我就等於關了一個無期徒刑 但是 有一點很重要 他們是 受刑人是拿自己的自由去換行期 我們是拿自己的自由去換薪水 這是我們每天要做的工作 看起來實際上 裡面什麼危險事 這是幫他們定角的 然後受刑人怎樣 進監獄的第一件事 就是拍大頭梯 所以 他們也有所謂的Facebook 就是他們的點名簿 我們拿在手上 然後他 上面有他的 那一個什麼照片 然後民集資料 然後 實際上 我有時候會覺得說 其實 在檢查過程裡面 就是 我們跟他們一樣 都是同等的不堪 因為我們要去檢查 他們有沒有藏東西 然後 其實這個是我最討厭的一件事 就是去看他們的屁煙裡面藏東西 當然女間的同事 好像還要去檢查他們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呢 進來之後 除了物品檢查之外 接下來就是配房 配房就是要把東西帶進去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監獄的一個走廊 然後我們執勤的時候 就是走這個走廊 然後 然後 不斷的去巡邏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那個 這一面就是他有鐵 然後呢 旁邊有那個大窗戶 但是實際上 並不是每一個監獄的設計 或者是每一個設房 他都有這樣的大窗戶 所以 實際上監獄裡面 牢房裡面 實際上是非常慢熱 然後像大家 一般對監獄的那個 感覺或想法 大部分是來自 那個什麼監獄風雲 那是最早的 我剛進去的時候 我也是想著 有沒有看到那個什麼 周潤發人家 然後他們裡面 也有在那個什麼 大食堂裡面 拿那個餐盤有沒有 自助餐 之後在那邊幹假 監獄裡面 除了一般 他上那個什麼 非假日的時候 他們在工廠工作 然後是打扮 就是他們是配好的 然後叫他們來前面 鄰居 然後就回座 那平常如果說 他已經在房裡面 他就是用這樣子 用雜藝 然後從那個地戶口裡面 把東西送進去 吃飯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 就很簡單 然後蹲在地上吃 後面是什麼 後面就是廁所 廁所沒有門 然後他的牆的高度 大概到這裡 因為我們要看得到 他在廁所裡面 到底是幹嘛 其實監獄 其實監獄 那個什麼 我們台灣的監獄 到目前都是超收 到目前為止 超收的那個比例 非常的高 然後這是一個八人房 他大概四坪左右大小 然後又上下鋪的設計 所以他有四組床架 然後他總共可以睡八個人 中間應該都是活動空間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這裡面地板上就躺了那麼多人 然後大家可以看一下 地上有九個人的話 實際上這個房有幾個人 十七個 四坪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後面一樣 就是那一組廁所 所以這是點名的時候 大家就下床 下床之後就開始點名 你可以看到 這些人都下來的時候 他整個那個空間就會站滿 然後這個是小房的 小房大概兩坪左右 兩坪不到三坪 然後這個一般的設計 就是什麼 一組床架就兩個人 這一房在我看是還好 因為他睡了三個人 所以目前常有一些房 我看到是床架上就是兩個 地板上直的兩個 然後門旁邊又有橫的一個 所以總共睡了五個人 然後所以點名的時候就下來 這是中型的房間 有兩組床架 所以睡四個人 大部分現在都已經睡到七到八個人 所以夏天你就看到 如果前面沒有那個大的窗戶 就算是有 它還是非常的悶 所以其實我常常跟朋友在講說 監獄這個議題 並不是只是司法上面的議題 或者是說人權的議題 它實際上還包括環保 我常常有一種想法就是說 我在看電視看什麼什麼 金鼎檢聽電池啊 有沒有 那些乾電池到底賣到哪裡去 我們現在都用充電的 監獄是最大宗的客戶 因為他們監獄裡面 房間裡面沒有插座 也不允許他又可以插電的 所以全部的東西都是吃乾電池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手上拿的那個 到目前為止他們可以有的娛樂 就是俄羅斯方塊 這類的電話玩具 然後前面那個就是小電扇 那個是 講坦白一點 就是垂形色的 就是這樣吹 吹著肚子 然後房裡面實際上就非常悶熱 你如果在夏天超過三十度 是非常非常稀鬆平常的 而且我們街域裡面有所謂的水電礦管 所以大概凌晨大概兩點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電風扇關掉 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人都醒過來 然後在那邊翻來覆去 等到五點的時候更慘 五點的時候再把那個 電風扇關掉的時候 大概所有的人都會醒過來 然後六點半 他們大概就睡不著 一直到六點五十分 六點半六點五十分然後起床 然後吃藥的時候 我們就這樣子 然後叫他用碗 然後撐著水 然後給藥 所以有一些像 有一些那個什麼管制類的藥品 所以我們不是這樣給藥 我們還要把那個藥打碎 然後變成粉末 然後給他們吃的時候 還要看他嘴裡有沒有藏藥 然後我在兩三年前去參加 那個立法院的光天會的時候 我有把這個部分拿出來討論 就是像那些氣喘分跡 在場裡面有朋友有氣喘的 有嗎?有請舉手 你平常會攜帶氣喘分跡嗎? 那如果說你氣喘發作的時候 到服用 這個間隔 可以隔最久是多少 半小時如果急性發作呢? 我相信那個半個小時 就算是半個小時也非常難熬對不對? 氣喘的分跡 或者是說有心臟病的朋友 大概就很清楚 這樣的藥物隨身替代是非常有利用的 我們知情的時候 實際上有的時候 離那個發病的人非常遠 然後呢每一個牢房裡面都有一個按鈕 他按下去外面有一個燈會亮 那我們就知道那一房有問題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問 他有沒有什麼事情 然後他跟我講 氣喘發作 如果他的東西剛好在旁邊拿了給他 或許還可以 可是他有一些是把他集中管理 在一個大的藥箱裡面 這個東西可能距離 這個受刑人的房間大概有 那個什麼 一二十公尺 然後我回來 然後去找 找完之後還要核對 誒 號碼會不對 然後才給他 所以這個來的區域可能 就經過了大概六分鐘 可是到目前為止 有一些單位他還是一樣的 這個東西是放在外面 那我曾經有跟我們一個長官去討論這個事情 我就說 他就說 反正我這邊氣喘 要這個都已經給他了 那我就說 蛇下定 他跟我講了一件事情 到現在我都不曉得 是應該是要 聽來是傷心還是要傷心 他跟我講說 蛇下定那個東西 是消化干預 那個可以做渣藥 都能給他 然後看診的時候 醫生在看診 然後旁邊是受刑人 我們必須要旁邊就看著 所以南間的部分 我們 南間就是 無時無刻那個看診的那個門 都是開著的 所以經過的人都可以看到 他如果在檢查說 啊 醫生啊 我自己的底層 你把我褲子脫下來的時候 所有人都看不到 女間比較人道一點 他們就把門關起來 把所有女間 因為我們依然間於女間的人 比較少 所以那就全部帶進者間裡面 可是呢 門關起來了 你要是脫了褲子 大概在場五六個 一起看診的人都一樣看得到 那這是一個 新收的一個受刑人 大家可以看到他 非常的瘦 他大概只有 大概三十幾公斤的體重 然後他旁邊 動了一個新的樓管 然後他在做 又為什麼要犧牲 然後他是藥無成癮者 所以我去推他 去看診的時候 我那個護理師就跟我講 欸你小心推喔 他是跌倒 一定是鼻子 然後我一邊推他的時候 其實我有一個想法是說 今天不曉得是因為藥無成癮 讓他變成這個樣子 還是說他因為 身體有病痛 所以他才去用藥 然後這一張畫是在二零一年 然後那個時候我在冰射 上那個裝置期 然後這個射寫人 他是一個癌無病患 他頭非常的痛 然後他給我按那個燈 然後我去看 然後他給我講 可是那個什麼 他的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麻費貼片才剛貼不久 所以他還是一樣痛 後來我跟我們 我們的長官回報這件事 我們長官就 非常好意的來看 看完之後開開我的接管說 哎呀就安撫他嘛 那我就想說麻費貼片都沒有辦法安撫他 你要我安撫他那我可以 那這是 這是另外一個受刑人 他在當年是 因為逃避警察的那個時候追捕 然後警察對他開槍 後來他腳上就中了槍 之後就變骨髓炎 然後骨髓炎之後 在那個什麼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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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刑的那個時候 就又不小心跌倒 跌倒之後呢 這個骨那個什麼 就打了當兵 然後後來還感染 結果他就去看那個什麼 監獄裡面就幫他安排轉整 轉著去看了那個醫生 看了一看就 看了一下他資料 就問他說 你這個手術是誰幫你開的 然後他就講了一個醫生的名字 那醫生就跟他講說 那是我的老師 可是他今天如果沒有看好 可是我幫你看好了 那會損及他的名聲 所以就不想幫你開 結果他這個 他這個腳呢 搞了兩三年 他一直在申請保外救醫 一直不可 那個種不準 包括後來那個 那個什麼 剛開始是申請到台中 結果還是一樣不準 後來好不容易終於在 大概去年 去終於準了 然後去 然後就轉轉過去 然後現在回來了 狀況怎麼樣 坦白說我也不曉得 不過我只記得他要出去 要到台中去的時候 他的整個臉實際上是黑的 因為他長期的那個什麼 長期的那種病痛 然後再加上過癮 那整個看起來就像那個 坦白說就是僵死的 那這是一個坐計程車去救醫的獸型人 那這個獸型人 他是腎上結石 然後他痛了一整個禮拜 然後後來還不容易 他血尿中也可以出去 然後他關了十幾 所以他在醫院那個什麼 救護車上面的時候 實際上他整個人是 上車的時候 我要扶他 要站起來 他就站不起來 可是他上去之後 他看到窗外的風景 他就很用力 要把自己的那個身體撐起來 去看到外面的一點點的那個景色 然後這是一個腺臟病發作的獸型人 所以我畫那個什麼 這張圖的時候是在 那個什麼 那個時候實際上是很感慨 為什麼 他發病到 我把他拖到勤務中心 這樣才花了兩分鐘的到 可是我們就在勤務中心 等了十幾分鐘 然後後來我問 為什麼要等 他說很簡單 因為我們監獄自己的救護車 剛送一個那個什麼 洗腎的病患去醫院 所以我們等他回來 然後後來 他再送出去的時候 已經是二十分鐘的以後 然後接下來 車子實際上並沒有開很快 然後送到的時候 醫生後來看了一下 用藥 然後弄了 搞了一個多鐘頭 然後醫生跟我講了一句話說 還好他年輕力重 他三十幾歲 不然早就掛了 可是那一天我 我後來我 就是讓他到那個什麼 到病房之後 後來我回到監獄 遇到第一個同事 他跟我講了一句話 他說 那個人最好假的 那我整個人傻在那邊 我就說 可是醫生跟我講的話是這樣 然後他說 不可憐啊 那是假的 我說可是你怎麼假裝 你有辦法讓整個人變成蒼白 然後呢 全部都 全身都在倒汗 我不曉得 我不曉得 他哪有所謂 然後 無論是怎麼樣的狀況 送醫一樣都是要上腳了 即使你住院也不例外 然後呢 這是介護病房裡面的狀況 所以每一個人都有一副腳樑 然後呢 下床上廁所 除非你要大便 你要尿尿就是給尿過 然後上廁所洗澡 然後你就可以聽到 牽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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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拖著那個什麼 鏈條 除了腳樑之外 手到那邊結 然後你上廁所 腳樑上面還有一條鏈條 是鏈在床上的 腰部還會再鏈一條鏈條 所以有時候那個隔壁房 那個一般病房的那個 民眾就會抗議 說你們那個好吵 三天半夜還在牽拉 牽拉 沒有腳要怎麼辦呢 腰部的鏈條是不會少 我畫這張的時候 剛剛好是 台灣正在討論就是說 前第一夫人會不會進來 對 那個時候後來就弄了一個專區 就是PED 然後後來確定他不會進來之後 這個討論就結束了 其實我常常會覺得說 堅鎖這個議題 是因為陳佳總統現在在關 所以大家才有關注 可是如果沒有他呢 我覺得大概很難繼續有人 除非又有另外一個總統進來 發生 可是我常常會想說 其實我昨天我才跟一個朋友在講 那個朋友就說 死刑跟案 他是為了保護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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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為了不讓有任何的危險案發生 我覺得這是肯定 然後昨天 在台北廠的時候 有指光教授 他有講到說 監鎖關管是為了受刑 其實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 推動監鎖的改革 不是為了受刑 而是為了每一個人 因為我們現在台灣的司法制度 甚至是政府的任何措施 都可能讓你進來 管 即使你是無故的 或者是你可能就是路人變被告 被告變受刑人 甚至是死刑 然後這是一個受刑人 他剛開完刀 他在恢復室 而右上角有死 然後呢 他從手術室一出來 我們第一件事就是上街距離 然後呢 睡覺的時候 頭跟絕對不能斷 因為我們要看他的情形 所以這個是我前幾天在 那個什麼 一般病房畫的 因為他是住在健保病房 所以旁邊的兩個民眾就跟我講說 你們那個燈會不會關掉 我們就睡不著 然後你可以幫他擠腳樑 或者怎麼樣 讓他好好去上廁所 不會吵到 很抱歉我看不到 然後常常可以看到我們 或者你們大概會在 各個大的那個什麼 那個醫院 看到我們的同事 或者他們 這個我可以講一下 這個受刑人的狀況 這是在鎮靜市裡面的一個受刑人 他年紀應該已經有六十幾歲了 然後他很幸運 我這麼說不是 不是要有任何種 那個什麼 那個 演繹他的意思 他非常幸運的是 他在進來關之前 他好像就中了 不曉得什麼 裁券的套獎 然後他就中了幾百萬 然後他就很光光的 然後他就娶了老婆 怎麼樣 然後呢 很用心的幫他老婆製裁 然後但是他好像 他的錢在兩三年之內就好 發光之後太太就跑了 他一直覺得他很幸運 所以他不斷地去買財卷 每一期都買 然後他跟他的侄子一起住 結果呢 有一天他就又覺得 據說他又中了獎 他就回去找他侄子 要一張採卷 他只是就說 這個東西沒有在他那裡 兩個人就大吵一架 大吵一架 就鄰居就報警 等到警察來的時候呢 他的侄子已經不在現場 然後警察進來 沒事好 然後要走 要走了出來一看 咦 怎麼有一台機車外面 沒掛錢吧 然後他就去問他 你機車多來 我不知道 什麼不知道 你說你說你說這什麼的 然後問問問半天 實際上他不是一個非常靈光的人 他行動非常遲緩 思維非常遲緩 然後他不知道 怎麼跟警察講 然後就說 那是我的老闆 好嗎 你老闆在上面 他講不出來 然後他就 背影那個切到罪被抓 所以我畫這張圖的時候 他在正進室 為什麼 他的狀況很奇特 就是他已經尿尿便便 大概過了半個鐘了 他才會起來說 啊我 這樓很快 然後才可以去上廁所 那整個冬天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他 天氣很冷喔 冷到後來 到半夜的時候 他才意識到 啊今天是很寒 我來窗窗 可是都已經三天半夜了 所以他行動非常遲緩 你可以看到 實際上那金舌上有一些狀況 然後呢 這是一個酒駕 大家可以看到 他就躺在那個一個 左邊 腳裡要練著一隻腳 然後另外 一頭是練在那個 牆上 然後後面是什麼 便利區 然後我們給他就是 旁邊的一罐水 然後這個弟弟的事情 我也可以講一下 三年前 他的老家在南部 然後呢 他就一路流浪 流浪到北部 然後就在那個 瑞芳火車站前面 然後他就全身髒兮兮 然後巡邏人員警 其中一個是女生 就看到他 就覺得很怪 就去問他 然後他一問三不知 問他叫什麼名字 一下子他就扯東一下扯西 然後 實際上我 看到他本人的時候 我就一看就知道 他有智能上面的狀況 所以後來那個 女警就很好心 就把他帶到警察去 去跟他講 問他 然後他扯了十幾個個資 到最後終於問出來 他是哪裡人 然後連夜警察就送他回去 然後這一次他為什麼進來觀呢 是因為同樣的情景又發生 這一次他是跟他的姐姐 然後呢 兩個人就是 坐霸王車吃霸晚餐 到最後 撈到一個那個 急診車司機的手上 然後他就把他送警察去 警察就問他 你是哪裡人 叫什麼名字 他這一次跟他扯兩三個 警察就沒有耐性 然後另外搞公安者 就給他移送 所以他就進來觀 所以他到現在還在觀 他有三十幾條的前科 都是詐欺切到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問你說 有一個人有三十幾條詐欺 你的想法是他是好人 還是壞人 還是笨蛋 然後這一張是他 用那個什麼扭扣 把扭扣 掰斷 然後在身上自殘的狀況 他每次有一些 強迫性的行為出現的時候 我就知道他已經發病了 然後我們建議怎麼做呢 剛剛可以看到那個腳架的 要相同的狀況 你要練在哪裡 然後他多了一張免費 然後他起來的時候 沒有辦法佔 然後常常尿在自己的免費上面 那因為腳牙鎖著他 所以他的行動大概是 方便大概不到三個小時 然後這個是那個 那個什麼特王星368號被告 印尼籍被告 因為他們當初就是在 那個什麼 上案的時候被打 所以後來我們就做了檔案照片 所以就幫他們驗賞 然後這是台灣其實蠻有名的 案件的一個 當事人 佳愛姐 他現在在迪迪當中 他在1990年的時候 他曾經就是當時 通通台灣 然後他殺掉一個 來台灣自助旅行的一個 日本女孩子 他現在那個女孩子 我同來沒有長大 然後我十幾年前 我調回伊蘭的時候 因為我是第一個 有大使跟他檢查他的房間 他房間像垃圾山一樣 可是我進去實際上 我沒有做任何的事情 我一進去就看到 他的地上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什麼 收音機 我就把它拿起來拿出來 然後他就說他要告我 然後兩三年前 去年 去年我 我重新回到這個地方 執起的時候 他看到我們就 後來我離開的時候 他寫了一張紙條給我同事 他上面寫說 我一臉都像 他想要把我的頭回過來 所以改天如果 又有什麼重大案件的時候 你們大家 可以去幫我找找頭 不過1990年那個案子 到現在頭還沒有找到 所以我不曉得 我們會不會 頭跟他仗在一起 但是很奇特的是 監獄裡面 用的方式就是這樣 把他獨居監禁 理由就是說 他是 那個什麼 有反社會人格 人格為常 然後精神分離 可是大家想 我們台灣目前 以監獄行星法第一條 圖刑拘一之執行 以使受刑人該鬼向上 適應社會生活為目的 他是不是一個 就是所謂的 犯罪矯正的一個取向 犯罪矯正的取向 應該是要讓這個人 有所感染 所以 越嚴重的罪行 應該是投注更多的資源 去感染他 即使他是無情無情 他也有一天可能會 因為假釋而回到身為 所以任何的 所謂的 那個 有其凸型或者無其凸型 這些自由型 實際上他都應該要有一個前提 就是 讓這些人回歸社會為前提 可是我們監獄裡面 目前做的方式 就是把他獨居監禁 而且 他已經被獨居監禁了十幾二十年 你可以看他原本就是一個病人 你要怎麼樣去扭轉他 我相信他應該更疯了 所以可能 他會遇到一個狀況 或者我們會遇到的狀況就是 第一就是他因為不能假釋 所以他就死在監獄裡面 第二他就是哪一天 因為假釋出去了 不知道誰會死在他手上 所以大家自求多福 這是一個禁監被告 然後 他在吸煙 以前常常會有人講說 那個什麼 翁大林啊 武哲遠啊 進去觀賞 那些生病 假的啦 我可以跟你講 一點都不假 我們這邊在場 實際上有 有那個 目前那個 在台中的同事 對不對 我想 你會不用跟大家說 你心裡就 我相信你心裡就很清楚 我們的曾經中文到底是有病嗎 我在裡面看到很多人都可以了 然後這一個孩子 左邊這個孩子是剛進來觀 他比右邊那個大一歲 右邊那個已經在裡面觀了 那個什麼 大概半個月 然後右邊那個孩子適應得非常好 左邊這個 無時無刻我看到他都在哭 然後早餐也不吃 中餐也不吃 晚餐也不吃 然後後來我就去問他 我就說你要不要吃啊 然後他就要叫他吃一點 然後他問了我一個 我沒有辦法回答的問題 他說 那我現在有官 你不該讓我回家 那我就只能讓 給他一個非常心碎的答案 就是這個問題要問官務人 你不應該問你問 他說為什麼 我就說 因為我的工作就是不能讓你回家 所以這些孩子 其實我常常會講說 那個什麼 尤其是短情自由行 用在這些孩子身上 實際上並不是好事 這是我去桃園少甫樂畫的 然後我去參加一個志工團 志工老師在上面講話的時候 我在底下畫畫 你就可以看到他們 舉手描述都非常的江湖味道 然後他們用一種評估就是說 我不知道你這個大人是在密沙瓣 用這種非常不信任的眼光的看法 然後我在英國九十年的時候 我調回伊朗 我在那邊遇到一個年輕人 他剛開始逃家 後來偷東西 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打架 盜賣盜盜盜盜盜盜盜 越飯越大條 然後那個時候他的官務人 對他 然後他的官務人跟我認識 他就說 我問你幫我把他顧好 我就說把他顧好的意思是 不要讓人家欺負他 他說 顧好的意思就是 不要讓他去欺負人家 後來他轉到桃園少府院 前兩年他回來 他看到我非常高興 然後我就說 你這次去我怎麼不曉得 然後他就說 因為那個案子是怎樣 他已經混到已經很強了 所以他就在這一些裡面 他就慢慢去結合更多的人賣 然後越飯越大條 然後我問大家一件事 你們去百貨公司買東西 他們會給你紙袋嗎 紙袋你們怎麼處理呢 丟資源回收嗎 收起來 那真的很好 所以你 你如果回去之後 看著那個紙袋 你就想一件事 台灣大部分的百貨公司的紙袋 都是監獄裡面做的 所以這是他們在做紙袋 然後 這一些 剛剛那個是比較簡單的東西 所以監獄裡面有一些單位 比如說像宜蘭捷運有茶藝班 然後 台中旅間有那個巧克力的 這些比較有高 高技能的 就是比較特地的獸行人 可是大家 我告訴大家一件事 一個獸行人他 平常這樣子 像簡單的手工他的作業 他一個月可以領到三百塊 所以我們上次有一個 進門的同事回來 他就跟我講 進門監獄那個做那個面線 他那個什麼 一個月 一個月可以大概領到一萬塊 然後他就講說 好啦我們以一個同樣都是關二十年的來講 你一個月領三百塊 你出去大概還是一個 那個什麼 沒有金正義的五十 可是你如果在這些特殊單位裡 關了二十年 你出去會有多少錢 一個月一萬塊的話 他在社會上的競爭力還是夠 至少他在 那個什麼生活上 他的用錢手續就不會差太多 但是這一些人是非常少數 所以像宜蘭金魚 有一些是做花燈 然後做刀頂 所以 之前在二代劍寶實施的時候 曾經有討論過就是怎樣 受刑人要納入全民健保 對不對 那我記得那個時候 有同一個公民團體就起來看見 就是說 這個 那個什麼 不可以叫全民買單 然後法務部講了 一句非常關美堂皇話 就是 對 這個不符合公民正義 我踢了我整個傻眼 你知道 為什麼 這個應該是說 對應該使用者要付費 可是我們每個月最低的健保費 是多少 我記得好像五六百塊 失業人口的話 七百多嗎 好 那你怎麼 你一個月給他三百塊 你要他怎麼加得起 所以 其實在我的想法裡面 建立本身這樣的制度 這樣的作業制度 這樣的作業金的制度 實際上無形中是一種補充 很荒謬的一件事是什麼 好 剛我們看到他那個什麼 作業金的分配裡面 他有一點 一開始似乎利益涼喪 就是他要提拨百分之多少 給犯罪被害者 好 可是台灣的那個什麼 受刑人裡面 大概有百分之四十五 是所謂的藥物成因者 他本身又是被害者 然後實際上他又是那個什麼 犯罪定義上的犯罪者 那這些錢也沒有回流到他身上 這不是很荒謬的原因 而且更荒謬的是什麼 我們每個一段時間 我們工作人員 會領到一筆叫作業獎勵金 不多 大概一兩百塊吧 其實我領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很短 這個叫血汗欠是真的 所以我常常會有一種想法 就是說 或許 在大家心裡都有一個所謂的正義感 這些人是壞人是怎麼樣 然後也許會用 我剛剛所講用那個 受心人 就是也受了行為的人 來替他們 可是我 比較用 會想用不同的眼光去看他們 他們實際上就是身為人的神 所以你在接見事 我在接見事常常會看到 就是他們跟家人在交流的時候 彼此再不夠累 或者是一個老媽媽來 他耳朵聽不到 然後那個 兒子就越叫越大聲 叫他媽媽 就希望他的媽媽聽到 然後或者是這個 這個受心人他已經回去了 那個時候他 太太帶著他的 五歲的小朋友來的時候 那個小女生一直說 爸爸你為什麼不回家 然後那個 先生就一直跟他講說 你乖我就回去 然後他說 可是我都很乖 你為什麼不回家 所以 他們 還是 某個人的親人 或者是 某個人所愛的人 這是 絕對 絕對沒有辦法去更改的 所以常常我們 可以看到 某些案件發生的時候 那個什麼 路上鄉民就會在罵 你這個兒子交不好了 怎麼樣 我覺得那一種 叫做 原罪 對 女孩子 所以這是 來接見 抱著小輩子 然後這是監獄裡面 抱著自己孩子的受心人 然後這是 到病房裡面探望的 那還是有親情的領悟 然後這個是一個 已經被禁見 獨居羈押 快三個月的一個 十七歲生人 他還在羈押當中 我不曉得 等到他出去之後 這個社會 他要怎麼去面對 或者他會被社會怎麼去抱負 不行 然後這一張畫 是我剛開始畫的第二張畫 大家可以看到 左下角 那個樹旁邊 有一個人沿著 然後這是一個老人 他出去不曉得 那個時候 要怎麼辦 後來他就錄得到 所以出去之後 挑戰才剛開始 所以這片牆 外面到底有沒有藍天 我不曉得 對 而且我在這邊也要相遠一下 許志強 看到他站在這裡 會覺得好像 也沒有什麼 就至少他是活著的 可是那是一段 多麼長遠 多麼不容易的路 而且他的帳還沒有打完 所以我要在這邊為他加油 加油 謝謝 謝謝